這段影片要介紹 當 iPhone 用 iTunes 進行更新回覆 出現錯誤碼時 如何進入 DFU 模式進行回覆 首先在電腦上開啟 iTunes 然後用 USB 線 連接 iPhone 出現警示聲 確認電腦有抓到 iPhone 然後將 iPhone 進行關機 進行關機 在關機完成後 按住 iPhone 電源鍵開機 同時按住 Home 鍵不放 在強制重開後放開電源鍵 繼續按住 Home 鍵 此時電腦會偵測到一台回覆中的 iPhone iPhone 在 iPhone iPhone 的畫面是全黑的狀態下 才是正確進入 DFU 模式 此時就能在電腦上用 iTunes 進行回覆 在動手機關機 電腦上開啟動 我已經接著到的電腦上開啟動 在轉到電腦上開啟動 進行回覆中的電腦上開啟動